有客人要我們才會進的高貝金龍 然後上面這個幫我掀下來 高貝金龍 跟他比較相近的有紅尾金龍 過貝金龍 高貝金龍比較接近很接近過貝的有的把它叫做牙腫過貝 或者在過貝裡面不夠好被刷下來的叫牙腫過貝 然後來 這個是紅尾金龍 印尼蘇門達蠟的紅尾金龍 他就是這樣他的金不會 金紙不會不會太亮然後鈴片比較沒有立體度 然後這個叫過貝 藍底過貝 這個是金黃色系的過貝 然後過貝的鈴片表現就像這樣 像這個是小魚或者是 比較初期就還沒有太成型的 然後這個叫鈴框 最外面這一條這個叫鈴框 像這個 鈴框是金黃色的裡面藍底 有的魚他就比較金底這個又有藍底 那像這個 其實這個是辣椒啦 這個是辣椒紅龍所以他是綠皮 然後這個是比較白金底色的外面金屬框的 不過這種魚比較危險 比較 改天有機會再說啦 比較容易是加工魚 像這樣 那 對了 然後你看紅尾金的話 他就是 側限是第三排 所以那個叫做三白洗 第三排是 為什麼不叫四白 三白洗就是 他連第四排有時候上面也沒有全滿 然後上面都是黑的像這樣 那 把 有些人把 紅尾金跟 過背 混種的 繁殖下來的去改良紅尾金的他就會變成高背金龍 那高背金龍就會像 這一隻你看的就是 有沒有他已經 鈴片是中間那一排上面第四排已經亮到第五排了 那這種魚在買的話高背金龍好一點的叫牙種過背 甚至有一些魚是 像有一些魚他就是過背跟 他的場裡面的過背可能就是沒有辦法 100%很純 有混過血後來再純化 可是偶爾在生的時候還是會生出來 就是可能未達 90%過背又不敢不到100%過背他就會把它 有的時候就把它淘汰放在這個 跟這個高背金龍裡面一起賣 那我們就會找到像這樣子的魚 那另外一樣高背的話也有 每個繁殖場的水準到哪裡會不一樣 那我們進的話通常就是會進 我其實就會進 比較固定路線比較好的魚 像這個 第一個他他有第1林框 第二個他已經 側線第4排 第3排第4排第5排 只是現在魚還小再大一點 養養看有沒有小豬磷 小豬磷在跑出來這個很大的機會養一養都拼起來都是過背 好你可以餵啦 那 這個龍還小啦所以我們現在 抓回來 其實我已經養了兩三個禮拜我都還沒有PO 我都會想要把它養大一點養 養穩一點 現在都已經會吃冷凍豬蚊菌了 好這個時候再賣你們 這個魚現在大概只有12公分而已 那 你看他整隻的豬磷菌可以吃掉 有沒有像這樣子就熟悉了 這樣子我才會賣給你們 所以我魚進來 快要第3個禮拜我才發文 這個小龍可以餵早晚 你看吃東西很散 上次有一個客人給我買一隻小的像這種金龍 結果飄掉了 兩個禮拜以後 他多好笑他拿回去 他想要給他改飼料 然後他有看過我的影片 他說老闆 我那個小龍回來一個禮拜 就是 他後來拍給我就過了10天已經快要死了 我跟他說他怎麼會這麼 他都沒有開口吃東西 他說 他說老闆 我想要給他改飼料 所以他來我家以後 我就 直接給他餵飼料 我跟他說他在我這裡沒有吃過飼料你回去直接改 他說 而且他個人說老闆 我有看你的影片 我有聽你說意志力的對決 所以我跟這隻龍魚對決了十幾天 他好像看起來快要死掉了 靠腰 意志力的對決 講的是那個大龍 四五十公分的 你知道嗎 四五十公分的可以一個月不吃 五十公分的龍魚可以兩個月不吃 你比較意志力對決 你娘這個十二公分的龍魚 竟然回去你家 都還沒開櫃的 你直接要給他飼料 你娘呢 龍小的話 去你家有時候他會緊張 齁 你像這樣的魚都會在頭上騎人啊 都很舒適啊 都會在頭上騎人啊 第一個這樣子的龍 即使是這樣 去你家有時候可能就會緊張 你知道他會躲起來 像這個當然是很OK的 你看後座高特 他在前面游來游去 然後胸臍還會打開 很窄 這一隻就比較警戒 有沒有你看我手機靠過來 就推到後面 所以小龍去你家 要求的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要先開口 記得 小龍去你家要先開口 但是如果你是四五十公分的大龍 三十公分的大龍 你回去一個禮拜不吃 你也不用緊張 第四天第五天就撐不住了 但是那個也不能回家 就在那邊直接改飼料 除非他在我這裡就已經會吃飼料了 所以記得 龍魚移動的時候 換新環境的時候 先求開口 然後 再來才是迅鵝 但是你不要餵了他 可能要他開口 你就在那邊餵大脈蟲 以後你就回不了頭了 那個 這隻很厲害 這隻怕死 而且量的夠高 夠漂亮 像他已經快要吃不下了 所以你看最後這一個 他肚子也很大了 有沒有 這隻其實吃不太下 他只是不願意放棄 他現在夾在家裏補的就比較汙染水質 所以有時候你在餵的時候 我告訴你 撇步 如果你餵這一隻 他已經會嚼好幾下才吞 你下一隻不要餵了 真的 好 他像這個是已經吃一兩隻的嘛 有點緊張 現在那一隻 小魚在那邊 在哪裡啊 跑過來了喔 喔 靠腰 鬆到這隻 這隻 這隻已經吃不下了 已經在鱗鱗了 鱗鱗你聽得懂嗎 他像爬蟲類像蛇一樣 他已經在潤他的頭 讓那個食物往後推了 在餵小龍的時候記得 玻璃先打開好 你以為我小孩很緊張 你不要 要餵之前在那邊搬玻璃 你知道有的魚剛去他就會比較緊張 像這個就有點怕中 對啊 因為我剛剛為了要拍 比較 好拍我把燈移到前面來 所以這個小龍對燈光的 反正小龍就是不燙了 因為他在自然界不小心就會被吃掉 所以他比較不燙 好嗎 拉撞了 這樣就放心 比較放心讓你們帶回去了 我們賣的 高背金龍有機會拚過背的這個 甚至是牙腫過背這個 哇靠這一隻 太狠了 你看 會吞了 有時候小龍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大一點的龍有時候也不能餵那麼多 尤其不能在最後一隻丟那個活物丟很大隻的 因為他是活的 他不吃就很苦 他的獵殺本能 結果他硬吃下去吞下去有時候會點到 他這隻真的吃掉了你看 這隻利不厲害 這小龍可以早晚餵喔 因為他消化新陳代謝比較快 啊對這個我們賣5800 歡迎來店看這樣子 5800塊 啊現在就是會吃冷凍西蝦 冷凍豬蚊這樣子 OK 我們有還有 1234 1234 還有7隻 這裡 這裡還有一隻很棒的 新古新特別看 但是有時候很好玩 他 他這輩子第一次一個人待 一個兩尺剛 剛把他抓過來的話就比較緊張了 不然這隻是裡面身形最寬的 那你看他的亮度 也是很漂亮的反正 我跟你們講這種高倍金龍 還是有分好壞的 而且有一些少數 而且我們是用黑鋼養 少數有一些我們把他養大一點以後養個一個多月以後 有的出現小豬林 其實有一些是養到 你養到第二年 會 機會變成過倍的因為他小時候就是 我挑這一場買就是 他也有在做過倍 你知道他有做過倍又做高倍 那有一些過倍他覺得 可能 怕膏袋賣貴有爭議的他會把它放到 放到高倍裡面賣掉 那我就會去 在每次 魚缸進口的時候把它挑回來 然後自己也在看我挑的準不準 這樣子 看他的變化也蠻有趣的 所以你用5800的價錢有機會拼到一隻過倍 雖然現在過倍也不貴啦 但是 就 總是 比你去買這種 紅尾金龍 三千八百塊 四千多 這麼傳統的魚來得好了吧 至少比較有變化 就是 性價比最高的 好 好 那個 歡迎來店 選魚吼 我們店還有 也有一些 像這隻龍魚 眼頰也發射了 這隻 辣椒 你看 真的不會刺的 你看 魚餅這樣多好 都不會拆 看的人來都會刺 又會冷凍的就好了 不要把魚醜壞 拜拜